嗨,大家好,我是魔力小孩的Lio老师 从这一讲开始,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学习Python Turtle,也就是海规绘图 海规绘图适用于所有的Python初学者 OK,我们一起开始吧 在电脑中打开我们的IDLE 新建一个文件 我现在把它放到合适的屏幕位置 那么我们的录屏就会更加的清晰,有规划 Python Turtle,首先我们要导入我们的Turtle库 那么导入Turtle库有好几种方法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开始 也是最正规的一个方法 Import Turtle ImportTurtle OK,就是导入我们的Turtle库 那么我们要进行海规绘图的话 首先我们要有一支画笔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行命令 就是我们会命名是画笔Python 那么它的命令就是Pen 那么直线就是缝 那么直线就是FORWARD 100 那么100就是100像素的意思 那么短短的三行代码我们可以把它保存 来运行一下 OK,Command S 用快捷键来保存 把它保存到我们对应的文件夹中 把它保存到我们对应的文件夹中 我们第一节课呢 是从正方形开始 就是从画一个正方形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起个名字 Sq-u-a-r-e-square 正方形Demo OK,然后呢 save保存一下 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用F5快捷键 来运行这个程序 好,我们运行程序之后 看到在屏幕的正中间 会有一个默认的窗口弹出来 在窗口中间呢 我们就画出来一条直线 那它的长度是100 100什么呢?100像素 好,在接下来我们会完成我们的正方形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正方形有四条边 而且呢,它每个转角呢 是90度 所以我们接下来写Pen OK,我让它向右转 Write DHT 90 那么因为是有四条边 四个角 所以我可以把上面这个代码呢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在下面直接的 好,OK 我现在再来把文件保存一下 Cmd S 然后呢,用F5来运行 好,我们就画出一个边长为100的正方形 好,现在呢,想调整一下我的窗口 这样让同学们可以在整个屏幕界面上看得更加的清楚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会对我的窗口进行一个设置 设置 设置窗口的命令是 那在setup后面的括号里 我们会写上几个参数 那么第一第二个参数是窗口的宽和高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凯克老师书写的规范 就是在写参数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写完之后用逗号隔开 那么后面要有一个空格 再写第二个参数 我们同时把它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看运行之后的结果 窗口会比原来的小一点点 F5 那我现在想把窗口移到这个位置 那么也就是在整个屏幕中看起来的话 我的左上角是我们的视频内容 对吗 整个右边是我写代码的窗口 左下角就是我程序运行的窗口 也是我们的绘图窗口 那么我如何把默认在屏幕正中间的窗口 转移到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Python Turtle里面 我们知道屏幕的座标以左上角 以我们的左上角为00 所以我在这个后面再加两个参数 那第一个参数是0 它代表X的座标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我把它写到 我先把它也写成0 这样大家会有一个对比 好 CM的S 然后F5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到窗口已经跑到左上角了 那我现在想把窗口往下挪 一直挪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要修改我的Y轴的座标 那我经过几次测试之后 我的Y轴的座标是276 会比较合适一点 那么我再CM的S 然后用F5去运行一下 好 OK 至此我们就换好了一个正方形 同时对我们课程录制视频的整个屏幕界面 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 后面的课程 我们也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屏幕来进行录制 你喜欢吗 我们下节课见 Bye